现在国民党确定的是由侯友宜要来批战袍挑战2024的总统大位 那么赖士宝在受访的时候他就讲 当然了这一次的国民党的选战主轴要尊重的是参选人 但是他有两个主轴提醒他千万不要忘记了 第一个就是战争与和平 第二个就是反诈骗 好讲到反诈骗它有两层的意思 当然第一层意思就是你我的荷包能不能实质上受到了保护 第二个也就是检视蔡政府这七年来 到底有没有骗了民众多少呢 有没有什么样的弊端要挑出来呢 好首先我们现在看到副总统赖清德 他前几天呢他在演讲的时候呢 他告诉大家如果他有能力当选的话呢 他要在行政院设计专案办公室 要来加强中央跟地方的合作 专案办公室这个名词想必你一定很不陌生了 来帮大家列出来了 在蔡政府执政的这段期间呢 我们听到了好多好多的国家 对已经好多好多的办公室 你看帮大家整理出秘密麻麻 你就知道有多多了 稍微举例一下 在专案办公室的部分呢 有像新南向政策办公室 经贸谈判办公室好多好多 那么在国家队的部分呢 有番薯国家队啦 凤梨国家队等等 那当然成立这些的原本的目的 是要能够推动 或是跨部会能够合作 推进台湾向前走 但感觉好像真的没有做到 比方说像是农产国家队好了 当初呢就是因为中国大陆 封了台湾的凤梨跟石斑鱼 可以这个进口到那边去之外呢 所以呢特别成立的 农产品国家队要转而输出到 其他的地方 但实际上国家队怎么做呢 只是利用公堂在补贴 在印撑而已 以及另外这个无人机国家队呢 当时是国庆晚会表演的 结果后来被发现 你不是要这个任亲作战吗 你不是要反对中国大陆吗 结果呢你的国庆晚会上面的 无人机表演居然采用的是 大陆制的零件跟软体 这也是狠狠的打脸 蔡政府 另外实质上的是呢 曾令文提醒大家 赖清德你不要忘记了 民进党现在不缺的呢 就是办公室了 像最近花了13亿 成立的打炸办公室 这是多此一举啊 为什么 他提醒的是 本来内政部的警政署 刑事警察局预防科 反诈骗股 这个地方就已经在实施反诈骗了 那你何必要再继续花大钱 去开发新的办公室呢 你为什么不能直接在原有的地方 就让他更深入的去扩展 这个是要干嘛 要讲更多的蚊子吗 这是提出来的一些点 那当然啦 你看这个沈副省怎么讲 他说立法院的背询呢 应该是要把所有的部长请出去 然后呢让这些国家队的负责人 通通列席 但你列席之后真的有用吗 或者是他们回答的出来吗 为什么 亮哥说出了一个重点 他说呢 其实啊 这些行政院的跨部协调 本来就有委员会 有一些政委在里面 目前应该在法律的限制当中呢 会设到7到9个政委 那这些政委的存在 本来就是要跨部会去沟通 去协调的 那你如今又架了很多的专案办公室 那不是跌床架屋吗 那你等于是凭空又把这些政务委员 该做的事情通通给剥夺掉了 然后呢让其他人再去办 等于是越过了这个政委 然后呢别忘了 最后这些召集人通通都是谁 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 那郑文灿你怎么高 什么都懂吗 你样样都会 你这么精通吗 那所有召集人又是你 那你遇到这么多问题 你有办法去解决吗 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好 再来 蔡英文总统呢 在这七年下来呢 提出了很多的政策 但是现在被检视下来 蛮多跳票的 我们就举了这三个例子 来告诉大家 他告诉大家 在比方说一些公告啦 或是一些重要场合 你都会听到 两岸政策它是要维持现状 然后寻求彼此的接受互动 但现实的情况是 两岸的情况非常的危险 尤其在投资客眼中呢 这是地缘政治非常危险的地方 而在外交的部分 它要推动的是新南向政策 然后扩大参与国际空间 但事实上呢 成效是不佳的 新南向成效是不佳的 同时还有九个邦交国断裂 就连国际空间 我们都没有办法能够进入 在住宅的部分呢 曾经允许说 许诺八年内要借20万户的设宅 但现在不到10万户 同时说呢 要让房价合理化 但事实上呢 民众的感受就是 房价是越来越高的 但不晓得是不是 是民意跟上面的落差 真的是很大 因为呢 赖清德在昨天进入到政大 去接受演讲时后呢 他告诉大家 学生问他们 你是否能够抑制房价呢 结果赖清德回答 他那是什么 你有吗 你有感觉到房价在降吗 欢迎在聊天室当中 写下你的感受 好 那这个话呢 传出来没多久 许小青立刻在脸书上面 发文写赖清德 冒号 房价在降 问号问号问号 很多人开始底下留言了 这叫做何不食肉迷啊 还有人说 看得出来是他的民调在降吧 还有人说呢 赖清德讲的就是诈骗 还有人说可能是 美国的房价吧 为什么 因为他的儿子在美国 所以他们就说 是不是比较关心 他儿子在美国的房价 是如何呢 看到这边 有什么样的感触呢 欢迎大家在聊天室当中 写下来 房价到底有没有在降 好 那讲到整个国家的 安全国家的未来 目前刚刚已经透过了 蔡英文指振 这七年下来 有很多地方在跳票 尤其是这个 现在台海呢 是全球最危险紧张的地区 谁知道 商人们知道 他们不会拿他们的 身家财产来开玩笑 立法院会三读通过 农业部组织法 农委会正式升格为农业部 这也让陈吉仲在立法院落泪 不过前台南县长 苏焕治他痛批 这样的组织改革呢 根本就是背道而驰 完全违背过去政府组织瘦身 不但是人事无法精简 反而还要增加两千多人 官变多变大 这样的改造 根本就是大脑肥大症 只是为了选举绑装 农委会提升为农业部 也就是政府组织再造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结果我们发现 那么这个组织就大膨胀 就是从原来的两个属 四个局 六个熟 然后六个处 一下子变七个熟 八个师 六个处 然后这个荒谬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原来这个像人事室 秘书室就变成处 然后这些什么企划处 序幕处 这个变成师 然后原来的这些局 像水宝局 林务局 农业金融局 就一下子变成熟 全面升官 把职等 还有编制全部扩大 已经增加了 超过两千五百人以上 所以我们认为这一次的主改 完全违背三十年前 过去全世界在推动 政府组织再造的基本精神 就是要塑身 要有效力 然后要回应民意 结果这次完全相往 变成大脑回大症 心脏回大症 然后四肢就变成很瘦小 执行力反而 跟民意越拉越远 所以我们认为这一次完全是 背离主改的方向 让人高度怀疑 这根本就是 玄机到了在绑装的 这样的一个恶劣的做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